丢进一家 我们要出发去鱼妈家咯 鱼妈家在高雄的比较乡下的地方 小朋友坐在下面 在哪 婆婆说好久没有见过这种迎亲队了 特别是疫情之后都是有时间就不及办婚礼 或者说简单请大家喝喝酒 吃吃饭什么的就是没有搞得很隆重的样子 好多凤梨树哦 姨妈说要给我们生椒拿回家 这应该能吃的吧 好来好来 已经采收完的凤梨 咖喱薄皮辣椒鸡汤 姨妈特别挑一个比较可爱的小碗给看 要不要帮忙 咖喱薄皮辣椒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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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怎么砍掉啊 那个没有肉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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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肉哦 难怪笋子这么贵 太远了 不然我自己去给你们吃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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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好了让你带回去了 我做没那么好吃 煮过了就用排骨心去煮汤 排骨煮汤 一床看頭是超多的 好啊 好啊 不要說可以煮湯啊 可以煮湯啊 早上還會煮湯 早上還會煮湯 7.8點半 8點半一定要到學校 怎麼還沒看到湯 從我們那邊到學校大概五分鐘 媽媽開著大概五分鐘 每次姨媽都會把她種的菜水果 拿給我婆婆 讓我婆婆再拿給我 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水果跟菜 特別是在我懷孕的時候 都把好的 沒有農藥的 讓我婆婆從高雄帶到桃園 給我們吃 這個姨媽 第一感覺讓我感覺很親切 她很像我在中國大陸的一個親戚 總是把好吃的東西分享給我們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姨媽說看到我 很喜歡我 失望 我幫她介紹一個兒媳婦 我還跟她協助過甜點 雖然最後失敗了 這個姨媽喜歡種很多菜 送給親戚吃 都是有機食品 她說叫我們有回來高雄 鏡頭要過來找她玩 她很喜歡小孩 願她早立抱上大胖精神 最後願她平安健康 我們結婚的時候在這裡驗客 廟裡的活動 我們結婚的時候在這裡驗客 廟裡的活動 都會穿統一的制服 還有台灣的服務業 醫療行業 大多都會穿那個專業的制服 不應該的 居然是非常好 有的 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